Mans Game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Alan 我是Tim哥 我們好久不見了 我們大概十年沒相見了 是嗎? 因為十年磨一見 是十個禮拜吧 十個禮拜 差不多 我們上次拍AirPods 哇 山寨的一個 大家有看嗎? 對 就是那個山寨的AirPods 所以說現在有更厲害的 我先賣個關子 唉唷 對 今天我們要來講一個不一樣 我上次不是去杭州嗎? 對 那你有看我去兩家Apple店? 有 那第二家呢 我是去這個買什麼 HomePod 對 那HomePod到現在怎麼還沒上市? 我覺得應該是台灣NCC的問題 雖然很多人說要過了 但我覺得他們排程沒那麼快 所以目前只有香港跟大陸有而已 NCC就是屬於這個無線檢驗的 這個譬如說像藍牙檢驗啊 或Wi-Fi的檢驗啊 這個只要通過無線傳輸的都需要用NCC 沒錯 像我們的這個無線充電盤也需要NCC 只要是用無線傳輸就可以了 好 那我話不多說 來 這個是我買的這個HomePod 哇 哇 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在杭州的時候我就已經打開來四天了 然後我在家裡也行四天了一個月 這是2019年的1月18號上市 我就買到了 早上 好我跟你講 對 我完全沒有聽過 你們完全沒有聽過到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好 好 那我先檔案他外觀 好 給他們看一下 哇 其實 其實很漂亮 你這次是第一次看到嗎 A的叫我去上海的外灘的Apple Store 然後我就去那邊 我有看到他有兩個顏色 一個白色 然後一個 但我喜歡 黑的 黑的比較不會髒 對 因為白的他 我覺得他很容易髒 我也覺得 因為我說過他這裡面 他這個都是編織的這種網狀的這個外面的這個樣子 灰塵掉進去可能很難清 唉唷 我覺得有可能 有沒有 而且他這個 你去摸他 他整個是軟的 有沒有 你又不敢去中壓 我不敢 對 OK 你知道他有幾個喇叭在裡面嗎 好聽說 八九顆是不是 不是 七顆 七顆喇叭 七顆環繞喇叭 我們先把他拿出來好了 好來 這個因為我有拆過 好 他是七顆的環繞喇叭 對 加上一顆的低音喇叭 重低音喇叭 所以你說八也是對的 就是 七加一 對 九八 然後 但是 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他麥克風 他有六支麥克風 我有聽說他有麥克風環繞在這個周 六支 因為我在家裡有測試過 我音樂器很大聲的時候 他居然還能夠聽得到我的指令 沒錯 沒錯 一般來講 譬如說你聲音放大聲 他怎麼聽到別人在跟你講話 對 但他可以 因為他六支的這指向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技術 這是第一個他們的技術 然後他是用藍牙 5.0做傳輸 對 對 但是 你是用Apple Music聽嗎 講到這個Apple Music 是聽說如果你要用語音去指定要播哪一首 一定要用Apple Music裡面的歌 沒錯 那其他的Spotify那些的就只能用AirPlay 就是你必須在手機上面點選這首歌 然後再用AirPlay 然後讓他去播 Anya你有買Apple Music嗎 有 我為了他 我開通了Apple Music 一個月多少錢 一百多塊錢 一百五 對 那你知道Apple有一個叫家庭共產功能嗎 我有聽說的價格不太一樣 我跟你說 你回家就去做這件事 對 你家的家族成員有幾個人 四個 四個很好 你把四個加到你呢 你當家長 對 Apple Music 對 家庭共享制 兩百四十塊 這件都可以用 所以你等於是四個人除下來 一個人六十塊 他最多六個人 你也可以把你助理拉進來 對 助理把它弄成你的家庭共享 他不會 怎麼樣 他最多加六個人 是 所以你兩百次除以六 一個人 一個月四十塊 那這樣可以 給你吃到飽 對對對 這樣很便宜 很便宜 我們這集是業配Apple Music 沒有我只是 教大家怎麼省錢 我們先講一下他的外觀 好 這個我剛拿到他的時候 第一個 我覺得他很像 Fone 對 那 你覺得他像什麼 嗯 要說實話嗎 對啊 垃圾 我辦公室左邊的那個 垃圾桶 像你 欸 欸 欸 Siri 他很奇怪 他摸到上面的時候 他覺得 OK 因為他上面觸控面板 你說 他長得像垃圾桶 我覺得很像 對 因為我的辦公室的垃圾桶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圓的任務 我剛買到他 我把他拿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像個鳳梨 欸 鳳梨也像 對對對 只差沒有那個 但是我覺得他還像一個東西 我覺得 自從賈伯斯過世之後 Apple一直都會設計這種 類似長這種東西 例如 來 你看 如果他變成這樣子的話 他長得像什麼 哈哈 沒有的準備好了 欸 我真的覺得Alan最近 吃不太正常 對 我覺得我們以後還是一個月一定要建議吃麵 我真的覺得他有點不正常 欸 欸啦 這不是我啦 喔 不是你喔 這不是我啦 哈哈 哈哈 欸 這個 這個 會不會玩笑開太大 不會啦 沒有 就笑一笑而已啦 對 剛剛講到規格 就是那個喇叭收音的部分 還有開了長相 對 然後你說用Apple Music 那你有沒有聽過他的音子 我跟你講 我完全沒有 真的喔 真的沒有 好 那等一下我放給你聽 你就知道他的音子到底好還是不好 幫我們評分一下 可以可以 因為我真的是完全沒有聽過 好 那首先呢 我們要跟他做連線 好 什麼連線 因為我是從家裡拿來的 OK 所以他還沒有連到我辦公室這邊的Wi-Fi 所以你 所以我們現在要連 你讓他連一下好不好 好 就播了欸 你可不可以叫Siri把他大聲一點 你跟他說啊 Hey Siri 聲音幫我加大 很明明欸 但因為我想要放這個 動感一點好不好 對 我們來放 但是是有版權的 因為我們剛放的是Apple Music 害我這支影片等一下被下架 啊 對對對 我們現在來放那個 我確定就是可以一直播放的音樂 我等一下講我等一下講 等一下中底音喔 等一下中底音 有了喔 有了喔 有了有了有了 不錯欸 你摸啊 整個都在滲欸 真的欸 那個手有那種動 這樣動的感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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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配合他一下 這樣 這樣 好像手抖一樣 很不錯欸 欸 很不錯欸 Hey Siri切到最小聲 似乎尚未設置任何HomeKit配件 你可以在家庭應用中連接燈 門鎖和恆溫器等智能設備 嘿Siri音樂最小聲 正在播放生物勾長的熱門歌曲 嘿Siri停 他給我播放那個沒有版權 但壞好音 對啊 他有時候還是會 會斷一下 可能因為講話的口音 還是什麼啦 辨識 就是我們口音的部分 嘿Siri今天天氣如何 中山區當前多雲 氣溫23度 預計從下午開始下雨 夜間伴友情 天氣狀況持續多變 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間 氣溫將從23度下降到19度 而且你講嘿Siri的時候 他中間這邊 會亮 會亮 他會亮 對 嘿Siri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就在這裡陪你 只要你想傾訴 隨時可以找我 他有撩到我了 哈哈哈哈 如果你有發現他講話的這個音調 是不是因為是版本的關係 在廣州買的 所以他會有這個 應該是說北京槍 沒錯 但是在台灣上市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腔調的差別 我覺得台灣上市 應該會比較像是 現在我們叫他 Siri 手機Siri 那個聲音 我覺得 除非你買這個HomePod 是為了要聽音樂 但是他最主要 他還是跟HomeKit的居家 是要結合在這裡 沒錯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智能音箱 繞到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能去控制 剛才你說的 所以HomeKit 你可能可以控制像 IoT的 你有插頭 你未來有窗簾 掃地機器人 你家清淨機能器 就是萬物聯網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智慧音箱出現 如果你只是把他定位成聽音樂 但我也覺得OK 因為他音質很好 對 以HomePod來講的話 你今天如果有兩顆的話 到時候我也買一顆 兩顆你放這以後 這兩顆立體音 他們兩個會溝通 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聽音樂是絕對沒有問題 但我還是一直認為 智能音箱繞到最後 你一定要有一個HomeKit來搭配 這才是最後的買的正正目的 對啦 就是他其實他是透過這個HomeKit 以前我們是對手機講Hey Siri 對 手機也是講Hey Siri 是啊 那現在只是透過他來收音 因為我們可能到家裡 就是可能放到抽屜或放到床頭 對 那家裡就是用以他為控制中心這樣 沒錯沒錯 然後來對他做控制 但是重點來 現在Apple的HomeKit周邊配件很貴 一顆菲利普燈泡就要一千多塊錢 對 對 沒錯 對啊 那你如果在買他的控制器什麼 那些有連接的橋接器 那買到光燈具要一兩萬塊跑不掉 差不多 你今天其實因為現在 所謂的聯網的周邊 他的價格真的都完全 不便宜 可是其他品牌就很便宜啊 你不能拿小米出來 小米就很便宜 但是你說 那像我上次去杭州住的阿里巴巴 那個叫做 無人商店 對 無人酒店 那個叫做天貓精靈 天貓精靈 對 Hey Siri 你跟天貓精靈誰比較厲害 這種顯而易見的問題 還需要問嗎 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哇塞 很有智慧 你很趕 但天貓精靈其實最厲害的也不是只有波音音 他最厲害的是天貓精靈 他可以跟阿里巴巴裡面的商城連動 他會去推播促銷說你最近有什麼新東西 甚至於他可以去你透過天貓精靈去搜尋你想要買的商品 他會告訴你 所以天貓精靈他跟這個又不太一樣 完全不一樣 取向 那我下次去買一顆天貓精靈 不用 我下次拿來給你拍 你已經有了 我有 但我一直還沒時間拍 好 那我們要去拍 好啊 那重點來就是像如果你買HomePod 除了你是要聽音樂之外 像我在家裡 我太太啊 我小孩子現在都很依賴這一顆 為什麼 他們都會聽音樂 他們都會聽音樂 對 他們會聽音樂 而且他們有時候會指定要聽什麼歌 像我小兒子就很厲害 對 他會直接對他點歌 然後他就會把他撈出來 對 他其實他很喜歡聽Alan Walker的音樂 然後他就會播放那些 對 那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不可能只有聽音樂 沒錯沒錯 家裡的居家 你很多東西要改 要花非常非常多錢 對啊 所以其實像我 我自己一直遲遲還沒有入手 第一個智能音箱就是 我覺得智能音箱就是要控制我家的 對 你如果沒有要控制 就是你就買喇叭嘛 幹嘛買HomePod這一類的東西 對對對 但是說實話 他的音質真的超好人 這個音質很好 就會讓你打消這個說 我既然沒有要買HomeKit的東西 我何必買這個 會忍受買一個這種喇叭的音效不好的顏色 因為他可能有一些居家的控制 沒錯沒錯 但是我覺得HomePod 我用了一個多月 1月18號就上次 我就一直用 我用到今天已經3月13號 真的一個多月了 一個半月了 我用起來 還有我小孩子 我家人用起來 他們都覺得音效非常好 所以他們很喜歡 他們已經忘記說 我買這個東西 是為了要截HomeKit 我專門聽音樂 這個價格是可以的 哦 那就達到目的了嘛 你買個東西 大家覺得 這個點是他要的 幫我們總評一下 總評 喜歡聽音樂的 我覺得可以買 但如果想要把他拿來當HomeKit的話 我反而覺得你等他周邊IoT 再成熟一點 便宜一點 所以價格就會往下降 你再入手 現在目前看到牌子沒有幾個 就菲利普 然後在Apple Store裡面 也買得到 台灣有些牌子也有 可是他們都沒有放出來 因為HomePod還沒進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可以要買的時候再等一下 但是如果你覺得你現階段 那就是想先來聽音樂的話 我覺得這一顆真的 因此一定OK的 反而更快 像什麼AirPods 2 AirPods 2 3月26號 台灣時間凌晨1點 蘋果春季發表會 有黑色版 Ada買黑色版 好 我買黑色版 黑色版 黑色版是新色 那如果說想要關注更多 關於蘋果的這個訊息 可以關注這個Tim哥的 3CTim哥生活日潮 記得要訂閱3CTim哥生活日潮 但是山寨的 我們兩個 等你的那一個 你知道有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不能說 我跟你講連我都很期待 到時候Alan開箱那個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口袋掏出來 什麼東西 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給你看 這是什麼 好 下次見 拜拜 好 by bwd6